人嘛,女人,就是年轻的时候想自己成熟 成熟的时候想自己上女 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打扮得特别成熟 等到我现在年纪大了之后就想要特别的上女 可是我觉得我心里头的那种纯真感就是在于 因为我没有童年 小时候就是你要特别观察爸爸妈妈的反应 他如果今天心情不好就离他远一点 要不然就很容易被骂 有时候我小时候我爸爸 你听那个声音骑摸车回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害怕 楼下的那个铁门走开门的声音 自言自语啊讲一些什么 所以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哪怕三间半夜的 我就会堵起来 所以我觉得是小时候这样子的环境跟这样子的经历 让我一个特别敏感的人 在香港拍戏就必须得要武装起来 要不然我一个小女生就怕自己被人家欺负嘛 就是必须得大烈烈的 因为我觉得你越装着自己很可怜 人家就会觉得你很可怜 然后你就越来越会被欺负 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其实当 虽然说我在香港很多人都很喜欢我 但我也会不小心负责了一些人 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还蛮出名的一个外号就是大小姐 我不是小时候喜欢Hello Kitty 我是长大之后我才喜欢Hello Kitty的 我心里头的那种纯真感就是在于 因为我没有童年 我的童年太凄惨了 然后就我看到某样好奇的东西我就觉得 我挺疗愈的 然后就慢慢地喜欢上这个东西 那你喜欢这种粉红色这种很可爱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当下你就回去你 曾经没有的那个年代的记忆 我有一次我一个朋友在那边 我们一样都是演艺圈的人 在那边聊天什么有的没的 就说怕自己容颜怎么样老去或什么的 我就说怕自己不红了 这些都有 我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太大的烦恼 你已经风光了二三十年了 你还想怎样对吧 第一第二你就算不红了那又怎样呢 你怎么样都不会你没红之前还辛苦吧 因为你至少红过了 那你说外貌 你觉得变成一个妖怪比较好的 还是还是自然的老去比较好的 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有答案放在那里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呢 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